你的社交误扰黑名单 大概就是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有可能某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事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会再一起做 我好多年没有拉黑过人了 不是 用到黑名单可能只是一个用词 也有可能没那么重 比如说有可能 在这个事情上 跟他可能不是一路人 但是别的领域不一定 就这样子 看你有没有什么 我讲一个 但我也是很小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生活习惯 比如我就不能接受 上厕所的时候说话 你们可以吗 你的意思是就是 大家并 我前几天有个朋友 一个说唱歌手 到我房间来找我玩 一个哥们 就本来在聊天 然后我说我去上个厕所 我觉得一般人就等 等你出来 他话题没结束 他就跟着我 就站在门旁边 一边说 一边跟我聊 你上 你就是大的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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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也不是关门 他不是隔着门 关着的 关着的 但他就一直在门口请求跟你说话 你不理他 他还要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我这种不行 上厕所说话这件事 我真的不能理解 就像有的时候 你去公共厕所 旁边有人打电话 就是这种我都不能理解 这种人我都是直接拉黑 你还要加他微信 你要先加他 你根本就没有他微信 你好 能不能加你一个微信 打完了吧 加个微信 你加微信我帮你拉黑 我的意思是 烦这种人 烦 你没有遇到过这种吗 我 我有很多点都会让我就觉得 有一些朋友 可能因为派系认识的 然后可能有开机饭 或者是晚上我们谁的生日 也会大家煮一下局 当你看到有一些 男生 他的专注点 永远是在女生上面的话 特别适合了大脊背的时候 就是有这一些小小的动作 我都会觉得 好烦哦 烦得很 很烦是不是 对 这种我也会觉得 没有必要深交下去了 对 大室友吗 我 我特别怕就是有很长时间 比如不联系的朋友 突然 突然跟你借钱 我的天啊 就是这种 其实是我 因为首先一呢 就是这么长时间不联系 或者不是很相熟的 因为很相熟的联系 你会很快 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件事 但是这个人可能就是 一会儿很相熟的可以借 可以借 对啊 就平常聊天 什么频率叫很相熟 你准备开始借了是吗 就比我们联系 就比我们联系稍微高一点频率的 怎么就高一点 几天联系是不是可以借钱 你在这办什么项目吗 聊几天可以找您借钱 你不要着急 你是要办小人贷款 我看 知道要找您借平时得多聊聊 这今天两周做规划 不要 两周可不行 两周都短了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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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才借 十年 各种节假日 该问候的问候 还得提礼物上门 生日还得卡点发 才能有两万块钱的份额 两万块钱分四次借给你的额度 我为了借你两万 我花十年来经营这个 还有这十年 多挣点钱吧 十年这么有耐心还缺钱 有没有想过 我之前一直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也觉得 如果我要借钱 或是借一些东西给人的话 你又想着不用他还 对 就别想要了 别想要 但你要他还的那一天 基本上没有感情可用 对 很多时候就很难做 对 所以就是你衡量 就你们俩的关系 不是说我借你几万块钱 是 就是我可以不要的程度 那其实我就只能拒绝他了 因为感情也没有到那么好 钱还会没有的情况之下 对 有点太得不偿失了 你们有过那种时候吗 就是社交比较心虚的时候 就这个事你会想的很多 我一定不是那样想的 但是我好怕人家是 我是那么想的 我有个那个心虚的 这个事真是我心虚 但是我没有让这个心虚完成 就是 要说到王鹤弟了 因为我跟他去 录过几次节目 但之前一直没加微信 然后呢 后来录有一档节目 我说 我说弟弟我们俩录过这么多节目 还老乡都没加微信 赶紧加个微信 就加了 一周以后 他灿烂觉火了 我当然是在想 我还好是在上个星期加的 因为 如果正好在那一周以后 其实他绝对不会有那个想法 觉得我火了 你才来加我吧 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 我带入这个立场 这就属于社交心虚的一个立场 他火了之后 你再也无法开口了 火了以后 你都在想 我前面明明碰到他三五次了 我都没加 我现在怎么加 我午夜梦回那天 我在说 一周前加的 那时候苍蓝绝还没有上线 我明明没那个意思 但他根本就不记得 你哪天加了他微信 因为他那个时候加了好多微信 他会不会把我觉得 就是那阵子加的 有的时候在电梯里 比如突然来了一个人 然后你一进去 人家跟你打个招呼 那不管认识你也好 不认识你也好 然后你就很礼貌的 就给人回 你好你好 然后你会觉得 这种感觉非常好 对 其实我也不是说为了干什么 就是你就觉得好像 礼貌王点头 有被礼貌到 就是非常礼貌 这种感觉非常好 所以呢 但是呢 你自己就也想尝试 但是张不开嘴 点个头被吓我 点头有的时候也做不到 你可以趁他出去 电梯门关上以后 你好 就我可以 我可以不看他 我很理解 我不看他的眼睛 我问他你去几楼 我可以帮他摁 但是也挺吓的 你也不看了 去几楼 去几楼 很恐怖 很恐怖 所以就你知道 那个心里自己 想说不能说 然后又怕别人误会你 觉得你好像是个 没有那个 没有礼貌 没有礼貌的人 就这种状态非常尴尬 好 那你看起来不像是这种人 就是你看起来很 很善于一个人打 但我不是 他好想当阳光的打招呼 大男孩 对 然后每次在一坐电梯 一上人就心里开始斗争 你就练 每天都练 出门前练五十遍 你好 你好 来了 好久不见 你来一下我们看一下 你的你好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一下阳不阳光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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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气我不是 我说在想 然后在想的时候 时机就错过了 然后就很后悔 就有时候那一秒钟 错过了就没有了 都十秒钟了 再说你好有点尴尬吧 对吧 那就十秒钟 电机再上一会了 你好 好像是要跟人发生故事 很恐怖 我有的时候 我有一次在片场 就是拍戏的现场 遇见我一师哥 他也在那演了一个角色 但是等于我们可能是 十几年前玩得非常好 但当年还没微信吧 当年还没有微信 他是朋友的朋友 然后等于我们 在经常一块吃饭 所以我见他们脸特别熟 然后我一看他 我就认出他了 然后我就说哥 你想喊他名字 我说好人家 好人家好人家 我说是啊 太巧了 太巧了这 拼命在想他名字 然后他说 他就突然 他说那你记得我叫啥吗 那你记得我叫啥吗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不怪你 不怪你啊 但是我真的就很尴尬 那你咋办呢 当场 爱谁谁 我说 我说 我说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你说你跟我说这种话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弟弟 你是我亲哥哥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但你是我亲哥哥 所以我就特别怕 再见着他这个师哥 特别 想起来没有 那个 大勋 一天过去了 想起来没有吗 想起来没有 我是谁 所以他是生气了吗 他没生气 他没生气 最后他的名字是 还不知道 天呐 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 天呐 你今天晚上 必须把他查出来是谁 不然我睡不着 你爱睡不睡 对 可见现在 真的睡不着 不是 你们都聊到 你还记得我 你说不记得 他就应该说 我是谁谁谁了 不是 不是 他就是 他好像 就是他跟我聊 我说 我说我不知道的时候 他好像说了一嘴 他叫什么名 你还不知道 不不不 陈大学 不不 陈大学 但是那个 那个他名说的 他 我叫 我太少 他说 哎呀 我爱啊 你的名字就 叫 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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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听清楚 你都不好意思说 再说一遍 当我不好说 因为很很紧张 社交心虚 我小学的时候就心虚 我们两家小卖部 我经常在第一家买 后来我去了第二家卖 我都要躲着第一家 我也是 一个卖小卖部的 阿姨我都要躲着 因为我觉得我背叛了他 其实他又不是我妈 但就是有这种感觉 那你常去的店 然后有一天你去他隔壁了 你跟那个老板 破熟他在门口 然后你就 你在路过他门口的时候 我就会 走那个最远的 这家在门口 杨迪 在这家吃饭 甚至如